其實大家不是沒有能力 而是一直都沒有一個舞台 那在這我覺得非常幸運 世大運讓這些年輕的創作能量 能夠一次爆發 設計其實就是傳遞 不同的感情模式 給另外還沒接受到的人 講更簡單的它叫做分享 我心目中最夢幻的形式就是 不要再回到我的電腦去做稿子 每週六日 世大運專輯 就在公視藝術和優勢 為刺絲要改善